好 这一次的台风过境之后 不仅是金山 不仅是万里 基隆也很惨 那当然南台湾的高雄 现在都还在重建当中 我们先来看看基隆 基隆的兴风街走山 我们看到这些摩托车 通通都被泥土 这个土石流给淹了 那另外你看到这是俯瞰图 有多辆汽机车遭到掩埋 交通中断成为孤岛 真的 我们基隆很少 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那拼周一恢复正常 这是市府说的 那另外呢 大家关注基隆还有一个issue 就是因为下个礼拜要投票了 罢免案要投了 所以你看到谢国良 也变成媒体焦点 他说这个在七天就要投票了 如果中央可以给一些具体的协助 市府会非常的感谢 那现在真的是蜡烛好几头烧 一方面要救灾 救灾 一方面要面对罢免案 那另外我们看到国民党战修兵 让谢全力救灾 可是我们看到拆良办音乐会 说是要办一个山海的一个音乐会 来希望这个大家出来投罢免票 我们来看看 积水退去后留下满满的泥沙土石 物品东倒西歪 铁皮还有一片掉了下来 屋内惨况难以复原 明天就要上班了 但家中仍然满是一整片泥土 亲自告诉市长希望能帮帮忙 山屯台风带给北台湾不少严重灾情 其中在基隆有多处淹水 土石流与滩方的情况 周末两天社区居民与相关单位 马不停提清扫 要赶紧恢复原貌 市长谢国良也每天到场看灾 看后马上开灾害 准备会议进一步讨论 另外新政院长朱镕泰 也到其他灾区视察 海中天社区旁的新丰街 同样有严重摊坊阻断道路 一度造成交通大打街 而相关单位也表示 将会预计在6号晚上8点完成 主角淑慧 我想是这样子的 天灾人祸我们都没有办法去 我们只能防止人祸 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天灾 但唯一的做的就是 事先的市政工作要做好 事后的救灾工作要及时 那大家看到这次的放假 一开始先有很多民进党在质疑说 你怎么可以放假 你是在放罢免假 但事实证明是不要跟天堵 不要跟天堵 你不知道说他到底 像刚刚说的金山万里 台风都走了 怎么才开始出大水 所以你不知道说 大雨现在极端气候指标 大雨到底是来台风前 还是台风后 还是台风中 所以对于首长来说 有时候现在沦为 要不要放假这件事情 大家都说是放政治假 可是不是 大家都在想说要不要跟天堵 所以我们之前就在讨论说 未来要不要台风下这件事 还是给中央去决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次基隆 的这些灾情 当然对于下个礼拜的罢免 这个投票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影响 但也没办法 对谢国朗说 赌到你就要出力 你不能说是自己衰或是什么 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市政能力 你的救灾的速度救灾的能力 刚刚广告时间的时候 这个甄宇也有提到说 北北基是不是有可能共同救灾 当然只要是基隆整合起来 它的需求 如果中央不肯支援 在这边看热闹说 我对不起来贪这次你死 我就是什么都不给你 我告诉大家 当年台北市纳粒淹水的时候 那时候陈水扁就是不救 陈水扁就说 后来那个好市长 那时候是环保署长 他就有一点违馈中央的命令 让这个环保署下来 协助收拾这些垃圾这些残灾 所以确实是有可能发生 但是今日不同往日 今天北北基陶 因为都是国民党的执政 所以如果这个国梁市长 整合出他的需要 只要北北基陶可以协助的 我觉得这个北北 这个北北陶的市长都不会 这个袖手旁观的 来国瑜 我想讲一下非常奇怪的 这个现象 前两天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这个基隆多数发生灾情 大家知道非常的严重 结果霸梁团体在昨天晚上举办了 山海音乐节 然后他们内容诉求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他们诉求要以歌舞欢乐的方式 让民众来放松心情 慰藉大家一起走下去 天哪 我都傻眼 不想说求一下那些灾民 家里都乱七八糟 家园都毁了 还能够用欢乐的心情 跟你一起跳舞 所以我完全不懂这个 这个诉求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摆明之后一件事情 这些想罢免谢国良市长的这些团体跟人 他眼中没有什么叫轻重缓急 就只有意识形态 他只是为了罢免谢国良 而做了相关的活动 因为舞台已经大了 对 什么都不管 而且他们钱太多了 重点是钱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举办 对 所以这非常好笑 然后好 马来西 你说可不可以罢免市长 我觉得当然可以 这是民众的权利 这也是我们的自由都尊重 但是可不可以麻烦这些 想要罢免谢市长的人 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扯到 罢免谢国良市长 随便举个例子 一开始我讲过很多次了 有人批评谢国良 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出息率不高 所以要罢免谢国良市长 这也是理由 对 这理由 真的假的 对 真的 真的 有人写这个理由 还有理由好好笑 说申请电动车程序太麻烦了 要罢免谢国良市长 好 这就算了 最近基隆举办了一个叫做 超跑嘉年华一个活动 说太吵辣 噪音太大 要罢免谢国良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 在九月的时候 高雄市观光局 协助地方酒吧跟餐酒馆 举办了一个什么活动 知道吗 酒精路跑 酒精路跑 一边喝酒 对 就晚上 没有没有 就晚上大家到处东跑西跑 享受喝酒的快乐 结果是什么 吵闹 酒后闹事 酒醉的路人倒地上一堆 警方疲于奔命 请问一下 陈其迈怎么还没有被罢免呢 为什么没有人讲 更好笑是最近基隆淹水 要求谢国良要负责下台 那凯米台风淹水的时候 黄伟哲跟陈其迈怎么没有下台 怎么没有去讲 尤其是我讲最重要的 登革热一直非常严重 南部几乎一直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问题 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时任台南市长是谁 赖清德 那个时候2015年 超过4万人确诊登革热病例 大爆发赖清德因为李全教的事情 他就是不进去 然后呢 完全当做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不会接受议员的监督跟审查 那为什么绿燕没有要求当时赖清德下台 罢免任何人都可以 但是标准一致就好 来 真宇 我觉得其实在政治环境里面 大家都是要讲感情 但是风雨是不讲感情的 风雨无情的状态之下 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再分你 我也不要分色彩 我觉得如果说是用同样的 政治责任的逻辑 包含刚刚博一讲的 照他刚刚这样细数的 我想请你一下 过去民进党执政以来 治水预算已经超过2000亿 光在蔡英文任内就1500亿的治水 那看看高雄 看看屏东 是不是用同样的标准 那是不是南部的人被淹成这样子 到现在据我了解 高峰的时间还有30多万人没有电 然后家里是被淹住的 请问一下其他的党派会告诉你 这时候要去罢免陈其迈吗 会告诉你要去罢免州村民吗 不会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其实说真的啦 同岛移民谁当初喊出来的 同岛移民在这个时候 就要好好的发挥下去 这个时候不只是卓榕泰 该去 我甚至认为啦 赖总统你去 你都到了金山万里了 在隔壁而已 再过去一点点 你去看他谢光朗 怎么了吗 不要这样子分你我 我说真的 台湾人 微安堂良 OK 我真的觉得 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还是要看啦 天灾没有办法防 人祸你不要自己去创造 你为什么要创造让台湾人民觉得说 真的是有差别待遇 我真的没有党政所以没办法 我们家活该被淹 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真的我再回归一句 赖总统你要当全民的总统 不是民进党的总统 你一定要切记这件事情 像我有朋友他们家就在金山 他们家的地瓜田 金山的地瓜多好吃 全部被淹没 全部他们他妈妈一整年的辛苦 化为乌勇 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政府在哪里 国家在哪里 我觉得要顾到的是我们平民百姓 大家最卑微最恳求的 就是我可以看得到 我的国家在保护我 而不是这个时候还在玩 罢不罢免 你先度过这个难关再说 来 我觉得确实 刚刚正宇讲了说 有一些事情不适合分 蓝绿的分歧 不适合分政党的操作 当然天灾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其实在此时此刻 我反而自己我很少看到 就是大家还在大量宣传 这个罢免的状况 因为罢免确实即将要发生 确实在发生之前 可能还会有 近一波的文宣等等 但我觉得基隆市本身 我看到多数的都还是在 救灾防灾有关的 我本来救灾 我相信无论是蓝绿执政 都不会分这个政党的一个操作 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台湾人 对不对 你基隆也是有国民党 也是有民进党支持者 也是有民众党的支持者 就是没有在分这部分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贴这个标签 说政府有在分 因为目前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但是我讲另外一部分 刚刚提到这个预算 结果现在预算对我而言 我个人而言 最大的障碍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市议会 当然是讨论到台北市的预算 这个规模相对中央预算 小太多了 这没有关系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中央国民党 一直退这个预算 退了也第二次了 对不对 你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我不是说国民党没有诉求 我刚刚强调 我不是说没有这个诉求 但是一般的民众看得懂 所以我刚刚其实花了 大概15分钟时间 就在仔细的找 包括国民党立法委员在内 相关发言 包括脸书在内 有没有把这些诉求讲得清楚 你到底要争取 是跟消防有关 是跟住宅有关 等等 我觉得这个论述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导致很多民众看到预算 你们只是选择性的遗忘 选择性的忽视 我其实是在正面看待说 国民党如果要采取这个方式的话 把诉求讲得清楚 如果诉求可以赢得多数民众资责的话 我觉得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今天你简单Google 包括国民党退回总预算诉求 你结果没有出来的话 一般民众没有办法轻易 获得这些资讯的话 所以你觉得赖总统跟你一样 他可能也看不到诉求吗 不是 总预算这个是跟行政院院长 大家的一个沟通程序 对不对 这是行政院提的 所以行政院至于说 包括刚刚委员提的这三个诉求 大家能不能够理性的坐下来讨论 我觉得是一回事 但是诉求的清楚性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只是要讲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诉求不是很清楚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政治的操作 如果是政治操作的话 我自己过去的经验 在美国看来太多 你知道美国 大家认为国会员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通过国会预算 美国有多少年合计起来 是总预算没有办法通过 最后国家预算也关 政府的相关机关也关 连社府的支付也停止 那我强调 赵一祥 你要去搞清楚 那我把话讲完 台湾预算法你去看一看 所以我都觉得 民进党很多名代表 应该回去用功一下 委员让我把话讲完 我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一半了 就是说我知道台湾的状况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民众一般的期待 是立法委员要把总预算通过 这是立法委员的重要职权 跟工作 所以如果今天国民党把话讲完清楚 到底诉求是什么 一般民众能接受的话 我觉得这是沟通的第一步 我来讲一句公道话 口一哥的讲法 你听起来好像心地很善良 他说过国民党早讲的 但是我没有心地善也没有不善良 但是我必须提醒 提醒我们三长之一的宏偉在这里 你刚才又提到那三样 就是伐木的补偿 工粮的补偿 还有最后0.95或是1.0的问题 真的是只有这三样吗 不是吗 我可以讲这三样太小了 太小了 我可以讲你们如果只是为了这三样 行政院忽然间说OK 没问题 你们就说那就没事了 你们十分 非常大的十分 因为你们一开始这个杯葛预算 是跟进高清素媒的案子 我跟你讲你现在 我跟你讲如果你们目见的 作战状态是这样的话 那个和解犯绝对不能吃 我跟你讲你吃了以后 韩国瑜倒霉 因为到结果到底是这边一样 还是那样呢 你们都扣分 我跟你讲你的条件 要非常非常的拉高 为什么 因为你要那个民进党了解 到了2028之前 你是不是还要视线 到2028之前 或者这个今年的年底 明年初 你是不是还要发动 大规模的罢免 我觉得这个都要提出来讲 因为这个才是你们多一票 我跟你讲多一票就很厉害了 你就是在乎那 你那个多一票的优势 何况不止一票 就是换来那三样吗 那三样是小鸡蛋 你什么是去跟付 给我一点时间说明 其实我完全同意口一哥所说的 其实作为民意代表 就是审查预算 通过预算 是我们的职责 这次退回总预算 很多人就把 尤其民进党把它变成说 你是删除预算 然后你是党预算 不是的 非常清楚 就说其实作为民意机构 我们不能够提高预算 比如说你编100亿来 我不能把它变成说200亿 我可以把它删除100亿 我觉得太多了 变成90亿 80亿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现在编的预算里面 有法定预算 为什么刚接宿美委员那么生气 就是我们在上个位期 通过了原住民的禁法补偿条例 提高了那个补助 这是法定预算 它没有编 法定预算都没有编 然后再包括 为什么你说那个很小 可是对于立法委尤其朝野协商 仍然是有机制的 别说大家希望解决 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 所以健保点值应该把它提高 还有工粮收购也能够提高 这个都是三党签字 民进党都签字的 可是行政院完全不理不睬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说 你没有把它编足 没有把它编好 所以你拿回去 你去重编 然后或者你重新检讨 然后再拿过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审查 我们完全没有说 我们不要审查 我们要怎么删除 我们要抵制 没有 所以我老实说 在野党其实要求的是一个 法定的基准而已 我们并不是很高拐的是说 我今天要这个要那个 要很多东西 连我们最基本的法定的预算 你都不编 难道行政院不应该要有一个说法吗 行政院不应该要有一个改善的说法 所以现在赖清德的意思 如果是说你要继续的对抗 我就是不理你 所以请问一下这个责任 是在你执政党还是在我们在野党 今天和解饭要不要吃 我始终觉得 我说过对话比对抗好 同样的对赖清德总统或对民进党 在野党也是这样 只要你愿意互相的对谈 愿意的协商 我们都愿意的 协商的大门永远打开 但是遗憾的是 如果赖清德始终是用对抗的方式 我不要跟你协商 我要跟你硬干到底 我要跟你对抗 这个问题全部要由赖清德自己 一个人来负责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 柯文哲被羁押满月了 昨天我们看到在北索的外头 有超过300棵小草 包括了陈佩琪 包括了黄国昌 都去看守所外面声援他 您看到还有包括张旗凯大哥 手笔爱心 说阿伯我爱你 我们等你出来 司法不公不义 我们来看看 昨天是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哲被羁押满一个月的日子 那么在昨天下午就由 少草们聚集在新北的土城 高举城需要正义 司法要公平 押人取贡等抗议刊版来上街头 那么到了晚上 更由少草们是集体静坐 在台北看守所外 就连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还有立委黄国昌 以及柯文哲的妹妹柯美然 也现身静坐行列 在静坐之前 柯文哲的妻子也在脸书贴出了两张 他跟柯文哲的合照 他说真的很想他 希望说可以赶快来跟他见面 好友谊群人很悲愤啊 他们昨天是在这个北索的外头 说这个司法其实是某种程度在迫害他们 那我们媒体把他们称为铁草 铁杆的小草 集结静坐 黄国昌也来了 陈佩琪也来了 柯美兰也来了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悲跟愁 陈佩琪在昨天脸书上发了一篇贴文 理论上看起来是其实只有图没有文 文只有三个字很想你 那他的图是他跟他先生 柯文哲过去的一张旧照 他说很想念我老公 希望他赶快回来 在讲柯文哲之前 我再回去补充一下刚刚预算的问题 刚刚文森讲说一般民众不了解 一些省预算相关过程 这个是重点吗 我不是说相关过程 我说不了解诉求 相关的内容 我跟他不了解军民党 党中预算 来 我跟你讲那个是重点吗 我跟各位报告 那不是重点 因为对民众而言 他真的在意的 他不需要去了解到 我们现在状况是什么 因为那反正不是他的专业 但是谁一定要知道 民意代表一定要知道 因为省预算是民意代表的专业 可问题是现在这个预算的状况 是什么 是不是民党颠倒黑白说 他是救命前 是你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先去抹黑的这事情 认知作战的结果 叫我们在野党来解释清楚 这谁的错 你们搞清楚状况 我们不需要自己替你辩护 你们的立法委员搞不清楚 省预算是省今年还是省明年 讲了是是而非的东西 骗了民众 那为什么我们在野党 要负责来解释清楚 你们不骗就不会有 这个事情发生了 所以真的问题的根本 不是在于在野党 有没有解释清楚 而是你民党根本就不该讲 这些乱七八糟的谎话 跟骗人的话术 可是民众已经被骗了 怎么办 那你国民党团就要反欺骗 反诈骗 所以国民党的任务 当然是要讲清楚 但是最根本最恶劣的是 民党的某一些 应该要知道省预算的人 不讲实话 用来欺骗民众 这才是大家应该牵责的事情 这不是民进党的常态吗 但问题是现在感觉讲起来 好像是在野党不解释清楚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们该解释清楚 但请民党绿营的立法委员 不要颠倒是非认知作战 我觉得才是另外一个更重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柯文哲的状态 我只能说他收押今年一个月了吧 那很快会到第二个月 在没有 如果没有任何的进展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的 其实到底是要积压还是释放 何去何从 我觉得北减压力很大 这是很正常 因为对他们而言 之前这么大动作的来搜索柯文哲 包括民众党党部 还有他的家人 但目前为止感觉起来 如果没有实质进展的话 后面要怎么交代 他们的公信力核存 我觉得减掉必须要想清楚 而且我也建议他们 如果既然之前这么有把握的样子 一定要拿出一些时机来 但是相对而言 你说柯文哲这个案子到现在 虽然很多金流上 没有直接连接到柯文哲 但是看起来的确是金华城 某些案子怪怪的 感觉不是那么的合理 尤其是金华城 现在金华广场 到底要不要继续盖下去的问题 大家说法非常的不一致 但我讲法是 虽然现在台北地方法院 申请扣押金华城土地获准 但是只是扣押的期间不得处分 也就是有没有判定这个20%是违法的意义 还不敢说 所以对市府而言的态度 我觉得保守无可厚非 因为很简单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的 把金华城停工的话 我敢保证那个顶月开发 一定会告台北市政府 告完的结果谁赢谁输很难讲 如果台北市政府输了 好啦公信力没有就算了 可能台北市政府还要赔金华城的钱 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台北市政府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是要帮柯文哲散后 这也要讲句实话 很多的案子没有搞好 蒋市府必须来帮他处理 所以我希望柯文哲市长 讲清楚说明白 民众党也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蒋王安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我觉得这也不是说谁推给谁 我相信市政本来就是一棒接一棒 当蒋王安站在国庆大典上的时候 他就要很清楚知道 当初的大巨蛋 也是因为有柯文哲的坚持下来 他才有办法在那边剪菜 然后来去说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好 我们来讲回来 所谓的金华城 我觉得这几天 大家一直很多的名嘴 或者是说谁 都说北柬出大绝招了 可是不好意思 我有另外一个观点 北柬已经将狼裁净了 柯文哲已经被积压了一个月 到现在目前为止 你们各种的罗织 各种的拉扯 请问一下 现在目前到底有什么样的金流 可以直接直指 柯文哲有土利 有收费 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 这一个月下来 没有收费就是没有收费 没有金流就是没有金流 你再怎么样乱兜 也没有办法兜到柯文哲身上 我觉得这是一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北柬是已经没有招了 已经找不到办法了 所以他只好各种方式 最后来去扣 所谓的金华城 他的这一块 那我觉得这一块是 北柬没办法 他必须把蒋万安拉进来 但是蒋万安跟李世川 我觉得他们很聪明 他接收到 OK 我问北院 北院你给我一个明确的 裁定下来 裁定如果是要这么做 那我台北市政府配合你北院 但是现在有个观点 北院现在连一审都还没开始 北院你怎么回应 我觉得这时候北柬跟北院 你们各自互相斗法的状态之下 接下来如果说真的 他真的停工了 或者是说停止接下来的 每一个步骤了 如果今天顶约真的开始提告了 各位现在是北柬跟北院 要拿着我们人民纳税钱 来去罗织柯文哲的罪名 我觉得这个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一个重点 现在北市府看起来是见招拆招 我个人是支持的 这个动作是对的 因为你不需要去替北院 或者是北柬去扛责任 而且更何况 你今天真的打起诉讼 花的是我台北市民人的纳税钱 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还是要回来讲一个 容奖20%现在的观点是 他到底违不违法 但是看起来 抽所谓的调查小组的报告下来 看起来似乎是他们想要再送到监察院 请他们重新调查 所以实质上看起来调查的 调查小组里面 现在有哪里查无不法 哪里查无不法 照益小意思在调查 不是真的说是20% 送监察院到 送监察院就是认定 这20%是违法的 你们当初启动这个调查小组 是因为这20%的关系 因为陈佣辰议员 所以你们就是左右颠倒 该针对问题 我们针对问题来说 等一下我想重重一下 我们针对问题来说 所以今天现在 我们谁都不是检察官 我们谁也不是法官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回归到一个源头 柯文哲被迫押了一个月 好不好 押人取公的状态之下 你现在只能 我还是说了 行贿的是谁 是审庆经 收贿的是谁 是应小微 你们现在全部的人把矛头 全部指向柯文哲 我觉得不公道 真的不公道 当然一直对于北检的整个办案 有给他期许 有给他压力 有给他折难 好 我先不讲北检这一端 但是已经有四份的文件 已经都直指金华城的这个冗奖 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是今年一月份的 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之前民众柯文哲 也是因为监察院的调查报告说 监察院叫他给我392到560 所以我给他560 当时的监察院报告你很支持 怎么现在这份监察院报告 提都不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两份地院的裁定书 一份是裁定 法院刘德华说 柯文哲无保交回 一份是裁定柯文哲 积压境界 但是这两份里面 同时都已经把金华城 这20%的这个冗奖 定为不法利益了 第三个也是地方法院的裁定书 北检提出扣押的申请 那是北检可以提出 但他提出扣押申请的理由是说 这个冗奖是不正利益 我为了避免以后我要求偿的话 没有东西可以求偿 说我要保全财产 我要先把金华城土地给扣下来 所以前提是他已经认定 这个是不正利益 未来要没收的不正利益 111亿 而这个裁定者是法官 代表北检一定要提出足够的证据 来说服法官认同说这个是不正的利益 所以为了保全 未来要没收的财产 我必须要先把这土地扣押 大家不要一味的去质疑说 北检的角色 你不要忘了 北检可以提出任何申请 但他提出的都是申请而已 申请积押禁件 申请土地扣押 他都是提出申请 最终他要说服的是地院的法官 而地院的法官 每一次轮值的法官都是不同的 不是同一个人说那个人就是有偏见 他就是对金华城有偏见 不是 地院是当这个北检 提出申请的那一刻 他轮值的法官是谁 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法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代表 已经有三个法官的新政 都已经认同说 这个金华城的冗奖是不正的利益 但是我可以同意说 是不是要把这个金华城的不正利益 就跟柯文哲扯在一起 这个是北检要去证实的 可是我觉得你今天要一起去把这个 金华城的冗奖说成是合法的 我觉得这就太过了 台北市民都不会认同的 我才最近刚参加一个 准备要都庚的社区 民众就问我说 那我们不要840 我们480可以吗 我就想请问民众党的这个民意代表 你们觉得金华城的这个冗奖 真的是合法的吗 那你又怎么去跟这些都庚 嗷嗷逮捕的民众去交代说 你可能连300 连350都拿不到 更不要说480了 好 我们敬一下广告 谢谢 金华城现在还在盖吗 到底要不要停工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 也变成蒋世福的烫手山芋 我们看到包括土地现在已经被获准 把他给扣押了 沈正南他是一个挺白 应该说是挺民众党的一个精神科医师 他说如果未来 因为现在官司都还在判 如果无罪 是不是这样浪费我们的公堂 刚刚其实来宾也都提到了 如果台北市政府跟金华城 他现在勒令他停工的话 未来还有官司要大 那也浪费了我们所有的明脂明膏跟公堂 民众党的立场是这样 他说追杀柯文哲 扣徒利百亿大帽子 你先把帽子给我扣上了 说我徒利 然后再追杀柯文哲 总之民众党从头到尾 把他定调为一个政治追杀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曾宇因为曾宇有从台北市的同事 他必须捍卫民众党或柯文哲的立场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话 确实会跟我们调查小组 所看到的资讯有所落差 包括为什么刚刚 他提到监察院的时候 我一直要摇头 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结论 是要把560以上的违法 可能是违法的20%送给监察 监察已经针对这件事情 做出调查了 我们其实因为监察院 当初针对这20% 认为有为师 所以今天我们调查小组才成立 后来才针对这整件事情 大家进行所谓的调查 跟了解这个过程 我跟大家说 了解跟调查这个过程 其实看到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金华城这20% 是不适用台北市任何其他的案子 是独一无二而且全所未有 也就是说今天刚刚淑慧姐提到 台北市有多少希望可以都根的案子 有多少希望可以争取 更多容积率的一些案子 但他们其实争取不到柯文哲 这20%的所谓的创新型的这个 等一下 我觉得你要先搞清楚 这20%不是柯文哲指示的 你们现在就直接罗织柯文哲录队 这20%是共适诀 所以你要先分清楚 你说柯市府好了 对 你要分清楚 你不能就说这是柯文哲给 这完全不过柯文哲 对 你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讲 我觉得这样不对的 因为刚刚这是你对后入座 我根本还没提到说是柯文哲指示 这不是对后入座 而是这个前面 这百分之百是对后入座 你让他讲了 我刚刚根本还没有提示柯文哲指示了 所以我要说了你现在的讲法 你就是要把它偏上 你刚刚是不是说是柯文哲要指示的 我刚刚没有说是柯文哲指示的 他还没讲完 所以我就说真语 你们不要太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说平公事 就今天为什么大家会针对这个案子 就是因为20%是全所未有的 是不是 所以20%现在的状况 为什么会柯文哲要被一些压进去 台北市任何其他案子都不是用 是不是 是 这个都是事实不用去争 所以他在行政上面有为师 那我继续讲 我继续讲 今天柯 我当时也让你讲 请你让我讲完 当时柯文哲为什么会问题这么大 因为今天当时是金华城 跟台北市政府还在诉讼当中 就柯文哲多处提到 相反诉讼原则的相关指示 包括什么 这个为什么要急得送都委会 当时为什么要牵筒一公斩 当时为什么要指示彭正胜当任PM 这都是柯文哲亲手指示下去的状况 所以今天 哪里亲手指示 你要讲清楚 哪里亲手指示 哪里讲 我来讲 依法行政的状态之下 怎么会变成是柯文哲指示 这句话你就要解释清楚 便当会的时候还有指示 请彭正森当批认 你要具体指示 我就具体提出 第三场便当会当中 包括彭正森 包括黄山都在场 当时应小微提出 说金华城这个容器 希望可以提升 就柯文哲直接白纸黑字指示 就是说请彭正森当任PM 好 维森 来让大老讲一下 很吵 很吵 希望观众觉得不吵 要讲清楚吗 大老讲一下 我们的观众有因为这样吵 而了解吗 没有 对不对 但是真语的立场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在外面的小吵 200多个 300 300多个 老婆也来了 妹妹也来了 我觉得关键人物是柯壁 柯壁在牢中 如果晓得外面的这种景象 他如果有罪 他真的对不起他们 他如果没罪 这些人是英雄 现在真语的立场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我要引用刚刚淑慧的讲法 因为每一次 除了第一次的声押庭以外 后面的检调方面的申请 不同的法官都同意 都同意 所以我是很好心给你提醒一下 每一次检调要的 法院都同意 这个到最后我觉得他们 检调跟院方手中握的资料 对柯文哲是非常不利的 好 听 来 我们讲到法院讲到司法 台湾的司法改革 其实很多人因应期盼 现在讲到一个重点 包括死刑的存废 这件事情最近在社会 在大众里头也有非常多的讨论 我们来看看两个个案 最近被宣判的 来看一下 包括两名死刑被告 逃死确定 三位 其实是三位 这个是在死刑事件案后 有三名被告逃死确定 其中一个是什么 是一个男子叫做刘志明 十年前他杀害一名 施奪奖的女教师 而且用很残忍的方式 把他给杀害了 还有他还杀害另外一位 刘美的女子 对不起 另外一个案子 是一个刘美的女子 他爸爸含辛茹苦 是一个校友的校工 国小校园女的校工 出钱让他去美国留学 他在美国认识的一名男生 男女朋友 结果爸爸说我钱不够了 我没有办法帮你支付学费了 你回来吧 回来了之后 他回来对他爸爸心思问罪 拿狼头用各种残忍的方式 把自己亲身父亲给杀死 是负案 铁锤是负案 那个时候都非常轰动 大家去Google一下都知道 结果两岸有三名被告 现在逃死了 就逃掉死刑 无期徒刑 确定了 所以我们看到吴宗宪委员就说 这个免死金牌奏效了 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委员 这个案子 其实传出之后 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气愤 像施多奖 这个女教师的案子 这个嫌犯 他事实上 他拿了铁锤 足足就是敲了13次 所以搞到那个女教师 当场是这个粉碎性骨折 大量的初血死亡 而且他后来有性侵 然后又把他2000块抢走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甚至在检掉发现 就是他咬掉乳头 把他丢到一边 在这个案子里面 曾经五度被判死 五度判死 但是到了最快法院 就一直发回更审 一直发回更审 到第四次发回更审 那他就逃 就逃过这个死刑 也就是说这个是在大法官做成 这个视线之后 事实上我们都认为 是一个实质的 废死的一个视线之后 发生的案例 那或者刚才讲说 那个另外一个 就是他跟他男朋友 他从美国回来之后 因为这爸爸 事实上是做一个 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 说没有办法再继续的 去支应他在美国的生活 他的学费 竟然他跟他的男朋友 一起合谋 用铁锤一样的 杀死他的亲生父亲 你不觉得这两个案子 都人神共愤吗 大家不觉得这两个案子 都是罪大恶极吗 可是在台湾 是不是又如同 十几年前曾经 在台南有一个 汤姆龙的病案 那个也是一样 一个男子 然后就看到一个 差不多十岁的小孩 他就把他 就是随机的 然后割喉死掉 他出来之后 有一句名言 他说什么呢 他说在台湾 杀死一两个人 不会判死刑的 反正他还可以坐牢里面吃老饭 台湾的现在此时此刻的状况 就是如此 也就是说 在上一次大法官做成事件之后 虽然他要避开整个的民众的愤慨 那时候民众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的死刑是违宪的 不可以费死 但是他做出的一个决定 就是做出的事件 把他关关卡卡 让未来要判死 几乎是比登天还要困难 现在这个案 这两个案子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我们大法官到底出现了 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前台湾八成以上的人 都是认为应该要继续维持死刑 可是现在就是没办法判死 好 你看 这种罪大恶极没有办法判死 现在还有37名死刑犯 因为我们就要问法务部 你什么时候执行死刑 法务部支支吾吾 说因为现在他们还可以 去申请非常上诉 那哪些人能够申请非常上诉 他说我们再来检视一下 这个判死刑犯 37名死刑犯 有人长达24年 被判死刑之后 24年都没有办法执行 所以现在就是罪大恶极者 没办法判死刑 已经判死刑者不执行死刑 所以大法官做出来的视线 跟我们的民情有如此大的差距 而且最可怕的是 他把我们对于社会司法政系的 一点点的信任 一点点的依赖 全部都摧毁了 所以难道我们的制度 不应该改变吗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台湾已经实职废死了吗 包括现在37名死刑犯在囚牢里面 还可以不断的上诉 未来有可能 他们会被 或改判无期徒刑 这是有可能的 而另外 最大恶极的这些人 刚刚其实看到红委委员 有描述一些细节 这些人被判无期徒刑 他们没有被判死 于是有人就说 正义没有办法在台湾被实践 这一位被残忍杀害的施多奖的女教师 她的先生当然很伤心 她就说我被淋迟了十年 我恨不得手刃凶手 可是迟迟她没有办法得到 她想要的结果 另外我们看到大法官的视线 设下了八道关卡 所以你要判死很难 其实我们现在就很难了 那经过视线之后更难了 所以你看到这八大的关卡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论战 包括大法官提名案 现在也在立法院 要被实职来审查 受害者家属的心声 还有我们台湾的民情 这些都很值得被考虑的 大佬怎么看 我先讲目前两党的回应 比如说法务部 要把无期徒刑分级 所以一旦免死以后 是不是可以假释 再也当然觉得说绝对不可以假释 他现在又要逃掉这个 把他分级 真的 我这个叫自私议分 如果你要分级的话 那是不是要分到最后 如果这个无期徒刑的罪犯 在牢里头快要死了 要不要给他安宁照护 要不要打点滴 我觉得不可以这个样子 我觉得台湾的费死这个issue 跟美国的可以不可以堕胎 非常的类似 因为堕胎的issue 就在乎一个在胎子宫里头的生命 是不是可以杀掉 我们台湾的费死是被害这边 已经一条命了 害人的人也是命 这是两个大人的命对命 这个而且我们台湾现在的民意 是一变倒的80% 赞成就是应该杀人则死 那为什么 现在因为如果国民党 我现在扯远一点 如果国民党的两岸议题没有处理好 国民党在可见的未来 永远当不了总统 那国民党的当不了总统 就决定我们大法官的组成 那现在国民党的部分区的立委 要提案说要几分之几 几分之几 大法官判决 对 那个就远水俱不来进口 三分之二 那远水俱不来 那不是问题 我觉得这个大法官的解释 100%彻底的违背 台湾目前的民意 而且民意是在的 今天如果公投 今天如果上街游行 都是反对费死的 你赢 但是你偏偏就输在 你们这一边选不上总统 总统要指定的大法官 就偏向要费死 所以这个东西就兜不容 所以这个能量 在社会上的能量是够的 因为这都是命 都是生命的问题 我觉得国民党没有办法 利用这个能量 把它变成一个风起云涌的 非常大型的社会运动 我觉得好奇怪 国民党要好好地检讨 不要花力气去做那些 庞之末节的事情 所以要改大法官的结构 民进党的政府 说要分类 在乌西图形分类 我觉得这个都是庞之末节 大佬已经点亮了一盏明灯 给在野党了 这一次我特别去查了 这届大法官的很多背景 里面有民法的 有行政法的 有智慧财产权法的 我坦白说 他的专业是刑法 或是曾经在第一线 担任刑事庭法官的 比例非常少 大概只有一两个 所以或许他们没有见识过 这些行凶者的恶 也没有见识过这些被害人的冤 更没有听见 这些被害者家属的痛 所以他们去做 这些解释的时候 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 这一次刘志明 为什么在更事审可以逃食 你知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法官认为说 他不是情节最重大的杀人犯 这么残忍 刚刚洪伟姐只讲了一两句话 我们在旁边听了都不寒而栗 这么残忍的行凶方法 在法官认知 他居然说 这个不是情节最重大的 对或许法官他也看过很多 各式各样的杀人犯 他都习惯了 他就觉得说 这又不是我看过的 最恐怖的 可是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对我们善良的人来说 这都是很可怕的 所以这次大法官的解释以后 我觉得就是对于善良的人来说 他充满了无奈 对于行凶者来说 他充满了无所谓 原来我以后要被判死刑 这么困难 我有什么好怕的呢 现在法务部说 那我也要修改一些 譬如说弥补措施 譬如说终身拘禁 无期徒刑之类的 我想请问一下 会不会下一个被判无期徒刑 又要求释憲了 因为宪法保障生存权 所以要废死 宪法也保障你居住跟迁徙的自由 那你无期徒刑是不是又违宪 来 宪香 我觉得在一个层面上 台湾我们的社会 本来就是民主国家 多数人绝对是支持死刑这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 不会有政治人物真的资力去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 尊重民意 但另外一个层面上 我觉得大法官说的也不是错的 大法官说的 宗旨的意思是什么 他希望说你在死刑的案子 可以更谨慎来处理 因为死刑大家知道 这是最绝的一个判决 你判错了 你回不来了 过去也确实有原因原来发生 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社会对于司法系统 包括在政治议题上 可能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见解 所以你对司法系统 你是不是可以 我100%的信心知道 你认为他100%不会犯错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是要平衡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 大法官我觉得 就是尽量去抓那个平衡 我尊重台湾的民意 但另外一个部分 还是要小心处理 在民进党的执政下 台湾变成了加害者的国度 因为只有加害者有人权 被害者的家属没有人权 遇到的问题只能自认倒霉 因为法官觉得 杀人犯没事就没事了 刚刚讲到这个刘志明 杀害女老师的 过程残忍就不用讲了 法官改判她无期徒刑 取消死刑 除了刚刚舒二姐讲的原因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说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被告 有更生改善的可能 他还可教化 以及这种变态 残忍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还觉得他可教化 可教化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国家养他一辈子 第二个 超过25年之后 如果觉得他有改善了 他就可以出来了 他有可能 对 他就假释出来了 回归社会了 这是大家最害怕的 这是最害怕的事情 我们现在居然要面对这种事情 然后执政党民党那些人 不敢出来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觉得才是台湾的悲哀 来 甄宇 我觉得现在看得出来 政府已经变成是 恶毒伤害的杀人凶手了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说 我必须说 现在他们这样的做法 到底是亡羊薄牢 还是待呼之手的作为 我觉得大家可受公平 而且我还是必须说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我觉得今天我看不懂 大法官的解释到底是什么 现在是不是政府 在鼓励我们大家以报制报 鼓励大家私刑 鼓励大家不用怕 只要你情节没有那么严重 你也可以这么做 这个是我们政府交给我的吗 所以我还是非常反对 这样的方式 像刚刚说的 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超过八成 将近九成以上的人 都认为不应该费死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现在在违背民意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去理解 现在台湾人民需要的是什么 反而是你拿了这样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旗帜 我现在可以在港湾里面 这就是一家的电灵 我现在要留意 你会在港湾里面 你会在港湾里面 您可以在港湾里面